有焦虑吗 我有年龄感 但我不焦虑 现在所有的新闻通稿 永远都会写 48岁的陈鲁玉 或者37岁的秦岚 我说你们数学真的好 他就每天 他一定要这么写 我就会觉得 你真的吗 你有 是 因为我70年的嘛 哇 你怎么保养的 没有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特别逗 37 37 38 39 又怎么了 对 你不也要经历37 38 39吗 谁不是只有一个20岁 我为什么有年龄感 我是觉得我体力 比如说以前可能像我 07年 08年那时候 比如让我这么赶 我可能就不会生病 我可能没问题 我现在就会觉得 我补两天叫他补不回来 那作为女演员 你会接受年龄 带给你的好和不好 好就是他带给你 丰富的人生的感受跟体验 你演戏的深度跟以前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不好就像你说的之前 就是找你的角色 隔女一的开始少了 会有女二女三什么的 我接受啊 虽然你看我现在也是 笨40了嘛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一个作品 让你发光 比如说我们还是要 很感谢《演戏公寓》这部戏 那还是有很多 合适你的角色找过来啊 感谢观看